今天 奥美冠军赛 男子弹打 焦点中的焦点 无疑是马龙 对战日本队的雨天幸时 这场 中日大战 这场大战的 看点 主要是 第一个 谁的发球 变化更多 谁的发球 威胁更大 第二个 谁的揭发球 主动上手 能力更强 第三个 反手相持 谁 能有变化 这个变化 包括旋转 落地 和节奏的变化 第四个 谁的正手 能力更强 对飞的 比例 比较高 第五个 那就是反正手 正反手 双方 谁的衔接 更自然 更协调 第五个 第五个 那就是 双方在比赛当中 谁 能打出气势 谁 能够打出 幸福点 能够正常发挥 甚至超常发挥 总体来说 马龙的 激战手 能力更为全面 雨天星矢的特长 更为突出 马龙 几乎没有弱象 雨天星矢的 正手能力 好像 更强一点 另外一个 就是步伐上 雨天星矢比马龙年轻 这一点 一定会好过马龙 马龙要想取胜 必须减少 无所谓的失误 这场焦点大战 很有看点 喜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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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喜欢 准备 大战 三 四 四 六 四 五 六 7-4 4-8 5 9 9-8 9-8 Time out 9-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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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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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